菲律宾打死台湾渔民的事件在台湾引起极大的反响 台湾为了宣示护鱼的决心 决定加派船舰投入到巡护航的行列 我们来看六位卫视的报道 台湾星期间派出海巡署最大的巡防舰 2000吨级的台南舰加入巡护航行列 台南舰将跟另外两艘舰艇组成舰队 宣示台湾海巡署的护鱼决心 上星期四菲律宾公务船在双方有征育的海域 向台湾渔船开枪 65岁的一名船员洪石成被打死 台湾总统发言人李嘉飞在记者会上宣布 马英九总统敦促菲律宾在12号凌晨算起72小时内 为渔船射击事件道歉赔偿承凶和谈判逾越协议 否则将采取包括冻结非劳在内的多项抗议措施 中华民国政府向菲律宾政府提出四个要求 第一正式道歉 第二赔偿损失 第三尽速彻查事实严惩凶手 第四尽速启动台飞渔业协议的谈判 针对菲律宾政府只表示同情而不愿道歉的态度 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绝对不能接受 并说台湾不排除动用任何其他的制裁手段 菲律宾方面表示 菲律宾公务船是在遭到被台湾渔船冲撞的威胁时 才向台湾渔船开枪的